大家好,欢迎来到DDA应用大讲堂 本期分享的主题为DDA的数据导入方法 我们知道DDA它是一款专门用来处理数据的离线工具 它本身是不包含任何数据的 因此我们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 需要先把来自于其他来源的数据导入DDA中进行分析 那么本节视频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怎样将数据导入DDA 我们平常工作中最常用到的需要处理的数据 一种是文献数据 比如说来自于Web of Science的原始数据 一种是专利数据 比如说来自于DI的专利数据 另外还会给大家介绍我们如何导入其他形式的 Excel表格中的结构化数据 首先我们运行DDA后 主界面就会出现导入数据的弹出窗口 在这里有三个选项 对应的是三种数据的导入方式 第一种叫做导入原始数据文件 使用导入过滤器 它对应的是需要过滤器导入的文件 DDA目前内置有Web of Science和DI的过滤器 如果说我们需要导入来自于这两个数据库的数据 可以选择第一个选项 第二个选项是说我们导入数据库表 比如Excel或者CSV格式 这种是针对于从一些其他的数据平台输出的 这种结构化的数据文件 那么第三种是说 比如说我们之前已经生成 并且保存了一个DDA格式的文件 这个文件是.vpt格式的 那么我们下次再打开的时候 就不用重新再导入原始数据文件了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个选项 打开我们之前已经保存的DDA文件 比如说下面的这些是我以前保存过的文件 它们都是.vpt为后缀的格式 首先我们来看如何从Web of Science中导入数据 在Web of Science平台我们检索了清华大学2012到2022年间出版的 主题为锂离子电池的文献 文献类型筛选为论文或中述论文类型 那么检索结果总共有2267条 接下来我们需要将检索结果导出为纯文本文件 这里选择纯文本文件 在弹出窗口的这个记录内容中 我们可以选择全记录与引用的参考文献 这样导出的是所有的字端记录和参考文献的记录 它一次最多能导出不超过500条记录 所以2267条记录我们需要分几次导出 第一次我们先选择1到500条 然后点击导出即可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导出的txt文档默认命名方式为 Sign the records 我们按照同样的方式可以把2267条记录全部导出 那么总共是需要导出5次 在导出完成后 我们可以将这5次导出的记录导入到DDA中 导入DDA的方式为 首先我们需要选择导入原始数据文件 使用导入过滤器 然后点击确定 第二在这里我们点击选择文件 然后我们可以找到刚刚保存好的来自于Web of Science的记录 总共是5条记录 一共2267条 检索结果 点击打开 然后点击下一步 这里我们选择Web of Science的导入过滤器 然后再点击下一步 这里需要勾选显示所有字段 它会把一些隐藏的字段也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点击选择所有字段 然后点击完成 这里需要给我们的DDA文件起一个名字 命名为文件导入一后 点击保存即可 数据导入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里是我们导入后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记录数量为2267条 就是我们刚刚从Web of Science中导出的记录 我们已经把它成功地导入到了DDA中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如何从德文特Innovation中导入专利检索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在DI中检索了 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技术的相关专利 那么时间是限制在2003年到2023年的过去20年间 我们使用的检索式是这样的 那么点击检索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1091篇检索结果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导出 在DI中有内置好的对应于DDA的导出格式 我们只需要在格式这里选择最后一个 德文特Data Analyzer 然后在字端这里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如果不确定需要分析的字段 我们可以在这一步导出所有字段 然后点击 创建即可 然后我们可以打开DDA 选择导入原始数据文件 使用导入过滤器选项 然后点击确定 在选择文件这里 我们选择刚刚保存好的 来自于DI的专利数据 点击打开 然后点击下一步 我们在这里选择 我们在这里选择 德文特Innovation的导入过滤器 DDA格式 然后选择下一步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中 显示所有字段 然后点击选择所有字段后选中 然后点击完成即可 需要给我们的DDA文件 起一个名字后保存 接下来我们来看 如何向DDA中导入 Excel形式的结构化数据 这里我们以来自于Incopet的 检索结果的导入为例 这是我们从Incopet数据库 导出的检索结果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Excel格式的 结构化数据 那么我们如何将它导入 DDA呢 首先我们打开DDA 在数据导入这里选择 第二个选项 导入数据库表 然后单击确定 通过浏览选择 Incopet专利下载的 Excel数据文件 单击打开 然后点击确定 在这里我们直接点击 导入即可 给我们的DDA文件起一个名字 命名为Incopet的专利下载 然后单击保存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来自于Excel表格的结构化数据的导入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还有更多DDA使用方面的相关知识推荐给您 敬请期待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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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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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